现在我们来重温一下油漆施工程序的重点 按照不同材料和不同环境来选择适当的油漆种类 室外用的油漆要耐磨损 有抵抗污染物质的能力 并且可以长期受日晒雨淋 刷油漆前 被涂物的表面要符合标准 清洁 煤尘土 油渍及其他污染物 被涂物的含水率 湿度及酸碱度 需符合油漆生产商说明 油漆配套必须经工程师批核和一族生产商说明书 稀释剂 稀释比例 各层漆磨的厚度及重涂时间 需符合生产商说明要求 天雨 相对湿度过高 环境尘埃太大 和猛烈的太阳直接照射之下 都不适宜施工 油漆与其他连接面和收口位要平直 油漆面要平滑 没有明显扫纹及接口 不可以有流卦 起皱纹 发白 及脱扫毛的情况出现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 1个人 超过的 每一个人都要求取得到 1个人 1个人 吃 3个人 2个人 1个人